张艺谋虽然外表平平,但才气十足,从普普通通的下乡青年到现在的家喻户晓,他不但涉足了电影领域,在歌舞剧、晚会、书籍、音乐等方面均有设立,自身成就难以有人超越。 1950年出生的张艺谋初中毕业之后便下乡插队,但后来插队生活结束之后,张艺谋便进入年访八场工作。 张艺谋对此感觉有些无聊,1978年的时候高考终于恢复了,但是他已经28岁了,早就不能去参加考试了。 后张艺谋接触了摄影,内心十分喜爱,不但把积攒了好几年的积蓄,拿出来买了一架照相机,并且将开照相馆当作他的人生理想。 他拍出来的照片质量还不错,而且他的构图也非常的有意思。 在陕西不能考,他就去了北京,把他的作品交给老师之后,老师都非常惊讶他能拍出质量这么好的照片,但是因为他的年龄实在太大,所以学校还是没有要他。 他一共去了北京三次,都是为了读书这个事情,甚至还找到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,把他的作品交上去之后,通过协调,他终于被北电录取了。 他特别的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,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学习就非常的努力。 大一结束之后,他的成绩是整个年级最高的,毕业之后他就成为了一名摄影师,但是他的目标不仅是这样简单,他还想要自己主导去拍电影。 有一个作家写的小说,为了得到这部小说的版权,他一个人去找这位作家,用八百块钱买下了版权。 他的第一部电影,他非常的重视,但是也拍得非常辛苦,因为之前没有任何的经验,而且也没有人指导,整个过程都是在大漠黄沙中和农村里面拍的。 终于在1987年上映了电影《红高亮》,凭借该片,开启了他自己,来自整个内地影坛的辉煌十年。 当时张艺谋虽然是一个新人导演,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从事了多年电影工作的老电影人。 电影是以大一幕上的影像为主要语言工具的艺术作品,而张艺谋此前以摄影师的身份已经在电影圈滚打多年。 从《红高亮》的成绩来看,那个时候的张艺谋已经深音电影艺术的奥妙。 个人生活,当时他的初衷同学肖华两人在下乡期间产生感情,肖华后来也成为张艺谋的第一任妻子,育有女儿张默。 1988年张艺谋与肖华因感情不合离婚,张艺谋和陈婷相恋于1999年,两人于2011年登记结婚,公育有三个子女,大儿子张一南,二儿子张一丁和小女儿张一娇。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,可以点一下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